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1月15日 枪手英闯燕飞路 英联杯准决赛另外一组对决利物浦和阿仙奴的赛事将会在本周五凌晨进行 按照正常赛程来看 这原本是双方的次回合较量 但由于首回合赛事遭到推迟 原本的次回合成为了两队经界赛事准决赛的首度碰面 利物浦虽然拥有主场优势 但球队近期发挥低迷肉眼可见 庆幸的是 阿仙奴在组总杯上不敌低组别球队诺定贤森林 现时遭遇各项赛事两连败 其境况同样不佳 双方此番交手胜负难分 最近有两件事较为影响利物浦 其一是假阳性事件持续发酵 现时多家英超球会要求英格兰足球联盟就此事件对红军展开调查 利物浦也面临外界对于其对内疫情爆发程度的质疑 有最新消息指出 克洛普的球队除了特伦 阿利山大阿诺确实感染新冠外缺战事役 其余人均为假阳性 亦因此影响了球队和阿仙奴的英联杯首回合被迫推迟 这件事在舆论层面上或多或少 会对利物浦全队上下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 其次便是球员伤缺较多 穆罕默德、沙拿、沙迪奥文尼以及拿比 击达三名中全场主力需要征战非国杯 而泰亚高减达拿、河迪和克奥利基等多名球员 则有伤在身未能出战 如此一来球队阵容实力遭到进一步削减 这也直接导致他们近况欠佳 上仗组总杯罗拔图 费明努后被登场建功 4比1战胜舒适贝利是红军竟无场各向赛事中唯一一场胜仗 在联赛积分榜方面已经落后榜首的曼城11分 距离冠军渐行渐远 聚焦于金界征程 第四圈轻取低阻别球对普雷斯顿理所当然 但半准决赛需要和里斯特城12马分胜负确实需要好好反思 更为重要的是上界英联碑 利物浦正正是在第四圈遭到了阿仙奴的淘汰 此番红军在多方不利因素之下迎战阿仙奴的确难言十拿九稳 从阵容方面来看 阿仙奴稍稍好于利物浦 毕竟他们并无大伤确定缺席之球员 同时只有皮尔、奥巴美扬一人感染新冠 科拿联、巴洛根和格列 萨卡则身体不是缺席 至于汤马士、伯迪以及尼古拉斯 比比等人则同样有非国贝任务在身 话虽如此,阿仙奴经济其实更为依赖艾美 石密弗陆维 布卡约、沙卡以及加比尔、马田利尼等年轻球员 前两位甚至是球队的联赛主利得分手 因此整体来说上述缺席之球员 不会对阿仙奴的整体实力减弱太多 需要指出,从12月中旬开始 阿仙奴迎来了一波联赛的四连胜 即使是上轮面对榜首的曼城 他们上半场甚至在场面上不落于下风 若非存在部分判罚争议 枪手甚至有望主场击退领投扬 正所谓输开有条路 在遭到曼城绝杀之后 他们甚至未能在与诺定贤森林的组总碑上迎波 这一位阿迪达以及其手下敲响警钟 好在他们今届英联杯晋级历程顺风顺水 第二圈至到半准决赛全胜至于 得失球比位16比1 这无疑会为他们此番灰军念飞路球场 带来积极的心理暗示 但稍稍需要留意的是 他们经济联赛作客表现不甚理想 证明枪手作客竞争力不算突出 此行想要占的晋级优势的确要打醒12分精神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